我在2019年8月19号去神西运城移动黄河厅 然后去办理过户业务的时候 被告知我的身份证名下 办理了五个上海移动号 我要重申一下我的身份证 从来没有丢失过也没有不办过 我本人也从来没有去过上海在2015年 当我投诉完上海移动10086之后 上海移动在未经过我本人的同意的情况下 又私自把我的号码解绑了 没有经过我记住本人同意 为什么要把我这个号码给处理了 你们想办就办 想消就消吗 这文化就是已经给你反应了 48小时的人也会有该给你回电